接下来我们学习回溯法 回溯法 它又称为通用解体法 也就是说 用回溯法可以系统的 搜索问题的所有解 回溯法 是一个基带有系统性 有带有条约性的一种搜索算法 它在溯体的解空结束中 按照深度优先策略 从根阶点出发 搜索解空结束 算法搜索到解空结束的 另一节点的时候 先判断这个节点 是否包含问题的解 如果肯定不包含 这就挑过 对以这个节点回根的指数的搜索 组成 向其主线节点进行回溯 否则就进入这个指数 继续按照深度优先的策略 进行搜索 回溯法 求问题的所有解的时候 要回溯到根 其根节点的所有指数都被搜索变才能结束 这是求所有的解的时候 而如果是只求一个解的话 就只要搜索得到问题的一个减就可以结束 所以这种是一深度优先方式 系统搜索问题解的方法 就是回溯法 回溯法 它适应于 九解 组合数 较大的一些问题 要弄清楚回溯法 首先 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 就是解空间 也就是所有解 所在的范围之内 就是解空间 我们通过一个列子来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N个数 要取R个数的一个组合的问题 假设我们N等于5 R等于3 是吧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它的所有组合 就123 124 125 134 135 145 等等这样一些 那么所有的组合 都是它的解空间 123是等 321也是等 但是事实上 这是两个相同的组合 所以我们的解空间当中 去查找满足条件的解 把它输出了 所以像这样一种问题 那么它的解空间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 X1 X2 和X3 其中X1 X2 X3 都可以取 1到5 这五个数字 在进行回缩的过程当中 我们刚才也讲了 主要是通过一个树 来进行深度优先的便利 深度优先的搜索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组合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生成这样一颗数 这12345 五个节点 然后它的指数又是12345 五个节点 一直这样下去 每个都是五个指数 指数节点都是12345 再来我们总共的取三个 X1 X2 X3 所以像我们进行的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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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 1 2 2 3个 1 2 3 也是3个 所以这一次的每一层再下去 但是哪一些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呢 什么样是一个搜索的过程 每搜索一个节点就要判断 这个解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不符合要求就不往下走了 那么就要从这个书的根节点开始 从这里开始 按照深度优先的策略 系统的搜索 以这个节点回根的指数中 可能包含着解的所有状态节点 而要调过 对这个肯定不含解的所有指数的搜索 这样就能够提高 搜索效率 在我们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从T开始 从这里开始 竖根 进行深度优先来对这个数进行便利 当我们便利从1开始变到1 1然后往下走到便利到这个1 这就显然不满足我们组合的一个要求了 因为组合是不能有重复的数字的 所以不能出现两个1 所以这就不行 这个1 1是不满足解的了解的 所以要进行回溯要往回走 不要再往下走了 不要往这个1的5个走了 要回溯 回到它的负节点 回到它的负节点以后 再来便利它的负节点的下一个指数 那就是2了 到这来了 乘1 又到了2 便利到接点2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是满足约束了解的 前面两个数可以是1和2 但是它还不是解接点 所以就应该要继续进行深度便利 那又便利到1 指责到这来了 又到这来了 121 它是不满足约束了解的 不满足解的要求 所以同样又需要回缩 又回来 又回到它的负节点 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回到这里来的时候 在便利它的负节点的下一颗指数 那就是这一颗了 到了2这里 那就变成了122 同样情况 122也不满足解的要求 所以又进行回缩 又进行回缩 又回缩到这个节点 然后在便利它的下一个节点 3 就变成123 所以123 是满足了解的 由于123满足了解 它就已经是一个解节点 这就保存这个节点 或者输出这样一个便利的过程 并且 又需要回缩到它的负节点 也回缩到它的负节点 到这里 继续伸出便利 下一个节点 就是4 这边的124 它也是满足了解的输出 然后再说125 也是满足了解的 这一个就变利完毕了 没有了 再回缩到这里 这里它引进所有指节点都变利完了 所以又回缩到它的负节点 又它的负节点带到3 这一次内推就到了这里来了 到了155这里来了 所以把这个便利完了以后 最后就到这里来 是不是 所以一个一个的 按照刚才这种方式 进行回缩 把满足 条件的节输出来 而不满足的话 就往回缩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回缩法 它首先放弃了 关于规模大小的一个限制 并且将问题的候选节 按照某种顺序 逐一的进行试探 所以有时候又把回缩法 称为试探话 试探过程当中 发现当前的一个候选的节 不可能是节的时候 而且这个规模下 还有其他的可候选节的时候 就顺序的试探下一个候选节 如果在试探过程当中 当发现当前的候选节 不可能是节 而且也没有其他可选节的时候 那就输效规模 试探该规模的下一个候选节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我把这里一二五试探完了 没有了 那就应该往回走 输效规模又到这里来了 看一二三看一三这种情况 所以这样一来 就能够一个一个的 把问题的所有的节都找出来 所以对于回缩法 我们要搞清楚 回缩的了件规则是什么 就这种算法 有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试探的部分 第二个是回缩的部分 试探部分 它一个一个的往下走 所以扩大 这满足除规模之外的所有了解 扩大规模 回缩不是往回走 所以输效规模 当前规模节不是合法解释 就进行回缩 或者是取回了一个节 要求下一个解释 也要回缩 这是它的两个 基本的组成部分 那么下面我们具体来讲 如何使用回缩法 来求解组合问题 我们现在要求的 不是从五个数里面去三个 因为前面我们讲 重举法的时候 它是用三重循环 来完成 这样一个组合数的构成 当时我们也讲了 这里的R 对于3是固定的 当R发生变化的时候 程序就要进行修改 所以它没有一个通用的解 所以它没有一个通用的解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设计一个算法 能够适用于R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个数组合也可以 三个数组合也可以 四个数组合也可以 所以我们采用回缩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要找二个数的组合 我们要采用回缩法 找到解的话 我就把它的组合 找到的数 放到A数组当中去 分别成了A0 A1 L一直到A R-1 这就R个数了 要满足一些心智 这个后面这个数 要大于前面这个数 也就是我们按D阵的数据 来找这个数据数据的 后面这个数字 要比前面这个数字要大 那么整个这个算法的思想 怎么来解决呢 我们首先 就是 A0.1 从1开始 因为它整个是N个自然数 这样下来的 从最低的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 侯旋节 它的规模就是1 侯旋节本身也是1 且满足 除了问题规模之外的全部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 下一步就应该要扩大规模 要考虑 A1的复制 的问题 然后首先设置 A1 就等于A0再加1 那就等于2了 那么这个时候 侯旋节的规模回2 而侯旋节 回1 2 这个时候 仍然不满足问题的规模 所以积蓄要扣大 但又涉及到A2 A1 然后R 又等于A1 再加1 所以等于3 那么的规模就会散了 侯旋节是123 所以假设R等于3的话 那么这个侯旋节 就满足了 包括问题规模在内的全部了解 因此它是一个节 所以就输出来 然后我们再考虑 这规模上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减 或者选下一个 核选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决定 L 加1 就把它调整为4 以及以后再加1调整为5 都满足问题的全部要求 这一直下去 都满足要求 来自然就得到了124和125 再一次内推下去 所以当规模3的情况下 侯旋节已经考上完毕的时候 下一步就应该回溯了 回溯到2 规模2的情况下 那么我可以从2 再加个1 这样的情况 把它变成3 那么侯旋节就变成1 3 13的话 因为前面已经有123了 13已经包扣在里面 这个可以继续扣它 那就是14 那么这样一来就逐渐逐渐的 一个一个的把这里 设置外 15 完了以后 再又进行回溯到 1这里来 按这样一种方式 能够就最后结果 是按照第 声音的顺序 把它就出来了 这下面我们给出一个 算法的一个 程序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组合数 是求 从自然数1到m 当中拎取 2个数的组合 自然数1到m当中去2个 当然 2要小于 等于m 所以当初是规模无1的时候 A0是等于1的 这I等于1嘛 Ai等于1嘛 它就相当于A0等于1嘛 我们刚才讲了 第1个数 去1 A0等于1 然后就开始做 度 well 在这里 都什么呢 如果Ai-i 小于m-2加1的话 这表示还可以 向前撕探 还可以向前撕探 就我们刚才讲哪是第1个 第2个第3个 一直往后走 可以往前撕探 这个判断 if I等于 2-1 就是判断当权 候选解 它的规模 是否满足问题的规模要求 找到一个解 因为假的 Win的规模 我找 我找三个数的组合 那么R等于3 我找7个数的组合 R等于7 看它是否满足 因为从0开始的 这等于2-1的时候 就已经找满了7个数 那么就已经找到了一个解了 这是找到一个解的情况 在这里 这一部分 然后在付接点语定 接小于2接加加把它输出来了 找到以后 就把它输出 找到一个解 满足问题的规模 然后在AI加加 考察当前规模下的 第1个候选解 往下走 再跳出去玩 所以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下来 最后 如果 当前规模的候选解 已经全部选择的完毕了 就要开始回溯 缩小规模 缩小规模怎么说呢 如果R等于0的话 就结束了 因为R等于0就表明已经回溯到最开始的A0了 回到A0的时候 就已经完毕了 表明已经找到了 所有的解 否则 就是A-i 再加加 就缩小规模 考察下一个候选解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我123 3这边再加4加到5一直加下去 加完了以后 我就要回收到2 12再加个1 对于3 那就是这个语句的作用 A-i 再加加 是这样一个情况 一直往下走 把它加完了以后 在这里来 再加加 按照这种形式 来进行回溯 来进行回溯 求出了 M个智能数 M个智能数当中 去R个的一个组合的数 所以这种算法 就是你不管A0是多少 我都不要修改算法程序 只要把参数 进行调用的时候 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能够找到问题的一个通用的解 而用前面我们所讲的重制法 只不能找到通用的解 接下来我们学习 贪婪法 贪婪法也叫贪心法 它是一种重要的 算法设计技术 贪婪法 总是做出在当前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而并不从整体上加以考虑 他所做出的每步选择 是当前步骤的局部的最优的选择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 它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 由于贪婪法 他不必为了寻找最优解 而穷尽所有可能的解 因此 他耗费的时间 比较少 一般 可以快速的得到满意的解 当然 我们也希望 贪婪 贪婪算法 说得到的最终的解 是最终的 整体的 一个最优解 所以贪婪法 他本身 是不追求 最优解的 他只求 可行的解 我们通俗点讲 他就是 不求最好 只求可好 另外 贪婪法 他每一步 都按照贪婪的准则 来寻找 一个解 所以到了第N步以后 得到的问题的所有解 当然我们这里假设 N 是问题的规模 因为他每一步 都可以找到一个 合适的解 可行的解 那么到了第N步以后 就能够得到 问题的 所有的解 如果找不到所有解的话 这就修改 贪婪的准则 放宽 贪婪的了解 或者是 修改 算法的某些细节 重新 从头开始 来寻找解 第三个方面 贪婪法 每一步 所找到的解 是这一步当中的 最优解 但每一步的最优解 所形成的 一个整体的解 并不一定 是最优的 所以他的基本思想 就采用 逐步 勾造最优解的方法 在每一个阶段 都做出 一个看上去最优的决策 所谓看上去 也就是并不一定是真正的 最优的决策 只相当于 当前阶段 在一定的贪婪 准则下 是最优的 而他的决策 一旦做出 就不可再更改 所以做出贪婪决策的依据 就称为 贪婪准则 所以应用贪婪法来求解问题 首要的问题 就是要弄清楚 贪婪准则 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虽然在每一个阶段 所做出的 都是看上去 是最优的决策 但这些决策的集合 从整体来说 可能 并不是最优的 比如 假设有个小孩 买了加持 不到一块钱的糖 并且将一块钱 交给了收货员 收货员 希望用 苏母最少的硬币 来找给这个小孩 因为他买的东西 不到一块钱 而交了一块钱 所以还要补零给他 所以收货员就希望 用数目最少的硬币 来找给他 我们假设 就提供了 数目补鲜的 面值 分硬币是 25分 10分 5分 和1分 这4种硬币 我们假设是有这4种硬币 那么 这个收货源 分布 组成要找的停坚数 每次要加入一个硬币 那他选择硬币的时候 说采用的贪婪准则是什么呢 假设是这样的 他的贪婪准则 就是 每一次选择 应该 使停间的数 要尽量的增大 这就是他的一个准则 每一次选择硬币的时候 就使停间数 尽量的增大 这样 为了保证解发的可行性 也就是说 所给的停间 要等于 要找的停间数 所以说选择的硬币 不应该 是停间总数 超过 最终所需的一个数 假设小孩 买的是 79分 的一个价值的 一个糖 那么就应该要补21分 不能超过 再加露出 小孩 买的是 33分 的糖 那么就应该 要给他 找67分 我们把这个数 故意写的大一些 要找67分 要找67分 根据他的贪婪准则 每一次选择 应该 使停间数 尽量的增大 所以首选的 肯定是25分的硬币 选一枚 选一枚25分的 那么就还有 42分 所以他再选一枚25分的 贪婪 贪婪 方法 尽量的大 是选两枚25分的硬币 这个时候第3枚的时候 就不能再选25分的了 否则 硬币的选择 就不可行 所以第3枚 应该是选10分的硬币 然后这是5分的硬币 这就65了 最后再加两个1分的硬币 所以按照这种方式的话 就可以证明采用这种方式 这种贪婪算法 找零件所用的硬币数目 的确 是最小的 这也是 使用贪婪法 得到了一个 整体的最优解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贪婪法 所得到的解 不一定 是最终的 最优解 但是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 恰恰 说明的他最后 是一个 最有钱 那么欢迎这种说法 同样是找零钱的问题 我假设 提供的数目 是8分 5分 和1分的硬币 还需要给这种小孩找20分 需要找20分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贪婪准则 也就是每一次选择 应该是零件数 尽量的增大 所以这样呢 首先选的是 8分的一个硬币 8分那么就还有一12分 再选一个8分的硬币 最大 就要16分 16分 16分 那么还要4分 只能选1分的硬币 要选4枚 所以总共是找回6枚 这是按照刚才的贪婪准则 是贪婪法 所得到的一个最终的解 但是 这个解 就不是最优的解 因为这里总共需要找 6枚硬币 很显然 我20分 我只要找4枚5分的就可以了 4枚5分的硬币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才是最优的解 所以我们讲 贪婪法 他的解 可能 是最终的一个 最优的解 也可能 不是最优的解 因为他本身 只是希望 得到一个 可行的解 他所求的 不是最好 是要可行 他从当件来看 是一个最好的解 你要选8 从当件来看 是满足他的一个准则的 因为 从一般的理论上来讲 使人的面积越大 那么使人的格数就越少 所以当件来说 对前面这两步来说 他是一个最优的解 但是越往后面走又没有抽巧 没有4分的硬币 所以他需要是没 如果有4分的硬币的话 那么他是最优的解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简单的 介绍了 贪婪法的一个基本思想 和 算法的基本步骤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列子 来讲解 贪婪算法的一个 典型的应用 也就是通过哈佛曼编码 来说明这个问题 什么哈佛曼编码呢 我们在数据结构里面 学过这个概念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再进行简单的回顾 在数据通信当中 一般都需要 将传送的文字 转换成 由二进制数字 停和一 所组成的 二进制寸 这个二进制的寸 就叫做bm 比如 假设要传送的电文 为 a bca dc 那么这个电文当中只有 a b c d 这四种字符 如果这四种字符 我们按照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编码的话 那么电文的代码 我们顽 在 gren我们的单码就是什么呢 limp 서�ver 100 100 000 でも 0000 1111 100 所以整个长度 整个长度是21位 这种编码方式 总长度就是21位 但是 在传送电文的时候 我们总是 希望传送的时间 要尽可能的短 那么这就要求 电文的代码 要尽可能的短 显然 我们这样一种编码方式 它所产生的 代码不够短 所以我们变化一下 采用这种编码方式 用两位来表示 因为从理论上来讲的话 四个字符 我可以完全用两位来表示了 0 0 0 1 10 11就区分了 这四个字符 所以这样一来 所建立的 这个电文的一个编码 每个是两位 总是七个 所以是14位 所以在这种编码方案当中 这四种字符的编码都是两位 所以是等长的编码 如果在编码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虑 字符所出现的频率 就能出现频率高的字符 采用尽可能短的编码 而出现频率低的字符 采用稍微长一点的编码 所以构造出一种不等长的编码 这样的话 那么电文的代码就可能会更短一些 你假如说我们采用这种形式来进行编码 因为A它出的多 所以它短 C也出的多 所以它短一些 而B和D只出现一次 可以长一些 所以这样一来 按照这种编码方式 这七个字符的编码是13位 是13位 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 那么就有很多种编码方式了 关键点我们就想 采用哪一种编码方式 能够使得电文的编码的整长度 达到最短 从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编码 经过有过研究 是采用哈佛曼编码 它所得到的一个电文的编码才是最短的 也就是应用哈佛曼数来进行编码 那么什么是哈佛曼数呢 就假设有N个权值 把分语别是W1到WN 我们就构造有N个一字节点的二差数 每个一字节点 带权分语别为W6I 那么二差数带权路径长度 它们简称为WPL 带权的路径长度 就为输中所有一字节点 到根阶点之间的路径长度 与接点上的全值的乘机之合 假设我们这是一个二差数 一字节的全值 我们随便写一个 一二三四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颗二差数的带权的路径长度 就等于一字节点 到根阶之间的路径长度 你像这个第一个节点 一字节点 到根阶的长度是二 它的全值是一 所以等于二乘以一 再加上第二个一字节点是二 它的长度是三 到根阶点一 二三 所以加上三乘以二 再加上三 这个全值是三 它的长度也是三 所以三乘以三 再加上还有一个一字 就是四 它的长度是一 所以四乘以一 那么这样一来 这就是这颗二差数的 一个带权的路径长度 那么对于具有N个一字节点的 二差数 它有很多种画法 方法有很多很多种 那么你像我的这样子 我可以把这个根阶点 那么我这里面 可以是二 这里可以是三 这里可以是四 这里可以是一 同样是这样四个一字节点 但是 左边这个二差数 和右边这个二差数 它的 带权路径长度 显然是不相等的 那么在该定的 最有全值的N个一字节点的二差数当中 在所有的二差数当中 哪一个二差数的带权路径长度 最小的就成为哈佛曼数 也叫做最优二差数 所以应用哈佛曼数编码的方法 主要是 就要对编码的字符起一 假设我们这种情况 有几个字符 我们不妨把它简称为第一 到DN个字符 把这N个字符作为一字节点 而把这个N个字符出现在 一个字物级当中的次数 也就是它的比率 作为它的卷值 也叫A 它出现了三次 那么它全值是3 C出现了两次 那么它的全值就是2 就把它出现的次数来作为全值 然后再根据 这个节点和它的全值的情况 来组织成一颗哈佛曼数 然后在哈佛曼数当中 规定左边是0 右边是1 左边是0 右边是1 这样一种方式 那假设 假设我们从4这个节点 这假设代表A 那么A的编码 就是110 这假设代表B 那么B的编码 就是10 成这样一种方式 的编码就叫做哈佛曼编码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哈佛曼编码 它是一种不等常的编码 同时它能够使电报的总长度 最短 为什么最短呢 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出来 因为它哈佛曼数 就是指所有的带圈路径长度 最小的数 叫做哈佛曼数 它既然是带圈的路径长度 最短 最小 那么也就是这些字符编码以后 它的整合 是最小的 是这样一个原理 所以在建立不等常的编码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必须要使任何一个字符的编码 都不是另一个字符编码的一个前缀 这样才能保证一码的时候 它的微异性 你假如说 我们在这种编码情况下 字符A是010 而字符B是010 那我如果对于这样一圈字符 我0101 那么根据这种编码方式 那么就是A 再是A 再是C 是吧 这是一种编码方式 在同时 我就前面看前面010 010是B 010是B 然后再是10 10是D 然后再01是A 所以它也可以翻译为BDA 同时它也可以翻译为ABD 所以这样的话 收到电报码以后 那么的编码就成问题了 它不知道究竟是AAC还是BDA 所以 当建立不等常的编码的时候 就必须要保证 任何一个字符的编码 都不是另外一个字符编码的前缀 你看这个主要原因就是01 它是B的一个前缀 是B的一个前缀 所以就不行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不等常编码的一个要求 那等常的编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反正都是等常的 三个三个的看 或者两个两个的看 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如果采用哈佛曼数来进行编码的话 它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 也不会产生这种21性 为什么呢 因为在哈佛曼数当中 每个字符它的阶点都是1阶点 它们不可能在根阶点到其他字符阶点的一个路径上 它不在半路上 就是最底下 所以一个字符的哈佛曼编码 它不可能是另一个字符的哈佛曼编码的前缀 所以保证了1码的非而易性 因此就使用哈佛曼编码 来对电报进行编码和1码 哈佛曼编码 它是一种勾造最有5前缀码的贪婪算法 一般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勾造哈佛曼数 第二个步骤 就是对哈佛曼数的节点进行编码 勾造哈佛曼数的一个过程 三个步骤 第一 是根据 根据的N个全值 勾造含N颗二差数的集合 就每一个节点 是一个二差数 其中TI只有一个带权为WI的根据点 其左右指数都为空 第二 以TI为指数 逐步合并 形成哈佛曼数 那么怎么合并呢 根据贪婪准则 在F当中选取 两颗根据点 全值最小的数 作为左右指数 形成一个新二差数 且新的二差数的根据点全值 为其左右指数根据点的全值之合 同时 在F中 用新二差数 替代它的左右指数 然后再重复 这个步骤 直到F字含有一颗数为止 那么这颗数 就是哈佛曼数 所以这看起来比较抽象 下面我们具体的举一个例子 我们假设 要传输的字符 会ABCDEFGHIG 对应的传输频率 是23 113 116 29 31 11 7 24 33 和19 那么我们怎么来构造 哈佛曼数呢 根据刚才的规则 这里有 10个节点 那么首先就是有10颗二差数 根据节点 分别为ABCD到HIG 它们的左右指数都是为空的 然后再选择两个全值最小的二差数 组合成一颗新的二差数 我全值最小的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是7 一个是7 一个是11 是对应的ABCDEF 和G 把它两个找出来组成一颗新的二差数 并且把新的二差数的根据节点的全值等于它左右指数的全值之和 所以这样来就7加11 变了18 就把18把它放进来了 而把11和7删除了 按照这个步骤再找两个最小的 最小的 11 13和16 所以我们把11 16 所对应的是B和C 所以把它们两个再合并成一颗二差数 11 13和16就对于29 然后同样情况 把这个11 13和16删除了 把29加进来了 这里刚才是11 18加进来了 在生下的这些数当中 再找两颗 全值最小的数 那么就是这个 11 18和19 11 18和19 所以再找 就是11 18和19 组成了37 所以这个11 19也没有了 这里也没有了 合集的是37 这里也刚才也没有了 所以现在就还有6个数 就依次内推一直往前面走 直到最后 只余下一颗数了 那么这颗数就是哈佛曼数 所以在我们这种情况 我们来看 在生下的那么就有 23和24 23和24组成了 46 所以47这里 这里是22 22和24 所以46 那么这里就没有了 这个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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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9 31 33 37 46 和29 所以应该是 现在是这个29 和这个29 是最小的 再组合起来 所以这里是回了 回了不重复期间 我们把它改了30 改了3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还剩下的 是一个31 一个33 再加这三个 很显然31和33 是最小的 所以再一找它 31和33 那么剩下有四颗数 在这四个数当中 再找两个最小的 很显然是37和46 再83 然后三颗 再找 再找 这样 整个就只有一颗二叉数了 所以这颗二叉数 就是一个哈佛曼数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编码了 编码 我们讲 是从根接点开始 左边写停 右边写一 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左边是零 右边是一 这全部编过来 编过来以后 我们再来看 它们的编码 我们拿这个A为例 A的编码 从根接点开始 停 再到这个1 再到0 再到0 1停 这个F的话 它是0 0 0 1 按这种方式编下来 像这个I 它就是1 1 1 3个1 所以最后的结果 是这种情况 编码的情况 所以从这个列子可以看得出来 你看全值最低的是7 使用的比例最低的 是使用的7次 所以它的编码是最长的 而使用的次数最多的 是33次 所以它的编码只有3位 根据这种方式 来识别 各种不同的字符的编码 所以这是我们根据 哈佛曼苏的定义和 能为的 对它进行路径的 编零编译 来得到一种编码 按摩系程序 怎么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结构输组 来保证哈佛曼苏当中的各个节点的信息 我们假设这个输组叫做哈佛曼苏 接构体数据来保证各个节点的信息 那么一整个有多少个节点呢 根据IX书的心智 我们就知道 只有N个一字节点的哈佛曼苏 一共有20-1个节点 就一字节点是N个 那么它整个节点就20-1个 所以这个输组它的大小就c字为20-1 这个结构体它包括四个月 有全职 有全职 有它的祖孩子 祖子证 有子证 有孩子 一级还要保证他的父亲 他的副节点 这四个月 全职 主孩子 幼孩子和副节点 是每一个节点是用这四个月 来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因为有20-1个节点 所以是一个结构体的输组 那么这个输组在初四花的时刻 因为我们首先讲了 首先是N个节点 N个节点 是N颗数 它本身 像A 它本身就在这里 就是一个 22的全职 它既没有副节点 也没有子节点 所以在初四花的时候 把它的 Parent 副节点指针 Parent 初四花为-1 当节点加入到书当中的时候 我们首先选择是22和24 组成了46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A节点和H节点 它就组成了一颗二差数 那么这个时候 它组成了46 那么这个节点的 22A节点的 它的Parent 就不再是-1了 而是这个46这样一个节点 所以按这种方式来保存它 当然最开始它 左孩子和右孩子也没有 所以也是空子生 也是空子生 因为最终的A字节点 都是没有左右指数的 都是空子生 当两颗指数 组成一颗数的时候 那么这个新生成的这个数 在节点 左指数就等于A U指数等于H 把它指定捏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采用这种方式来 接力哈佛曼数 那么具体过程 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个程序 比较长 所以有关键结构体 一些初始化的信息 在这里面我们不再讲它了 我们主要看到如何构建哈佛曼数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首先 付i.0 i小于20-1 i++ 然后这一部分 这个循环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要初始化 这个哈佛曼的 这个结构体数组 是每一个接点的全值等于0 副接点 左孩子和右孩子 全部等于-1 就没有 然后再开始输入 N个一字接点的全值 就是循环是N个N次 每一次输入一个一字接点的全值 把它保证到 哈佛曼的i.wet 就是N个一字接点 然后就开始循环 在这里 勾造哈佛曼数了 在这里勾造哈佛曼数 首先是两个变量 对于最大的全值 那这都有紧数 X1X2等于0 那副J等于0 J小于N加I J加加 因为I首先是等于0的 所以其实在N个一字接点里面 去找第一步 找什么 找A负 哈佛曼的J点位 小于M1 就是小于最大尺 且它的负接点等于负1的 就表明它还没有加入到某一颗二刹树里面去 那么就M2等于M1 那X2等于X1 就把这个接点的值都附进去了 然后M1再等于J这个接点的全值 X1等于J 就X1中间变量 揭露了J这个节点 如果J接点全值小于M2 初始化的时候M2也是等于最大的全值的时候 并且它的接点等于负1 那么M2然后就等于它了 跟这个前面是对称的 X12等于J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 这一步里面 是在已知的二刹树当中 去找一颗 找两颗全值最小的二刹树 首先来讲的话 是在N个接点当中 找两个全值最小的接点 这是寻找的过程 那么找到了以后 下面就进行合并了 把两颗指数合并成一个指数 就是这几个月去了 是吧 Half node的X1 X1是等于第一个最小的接点的 X12指定第二个最小的接点的 所以它的负接点 等于N加I 因为前面输入的是N个接点 那么先生成一个新的接点 那么就等于1了 N加1了 然后第二个接点就N加2了 所以X11的负接点等于N加I等 X12负接点也是N加I的 就像我们刚才找的7和11最先这两个 那么7和11加起来等于18 所以是这样一个合并的构成 7阶点它的负接点指向了18 11这个阶点的负接点也指向18 是这样子 然后它的全值 N加I 那么就是这个18这个阶点 就等于X1的全值加上X2的全值 同时要修改18这个阶点的左右孩子的指针 所以左孩子等于X1 右孩子等于X2 所以这是一个合并两颗指数的构成 那么每次选两个在这里 每次选两个 选了两个进行合并 然后再循环再选两个再合并 整个次数是N解1次 因为它整的阶点构数是N解1 每次是两个 所以整个群一弯次数是N解1 所以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这是 勾造了哈佛曼数 那么勾造完了以后 就要对它来进行编码 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 左边变0 右边要变1 那么改定了一个哈佛曼数以后 如何来求这个一字节点编码呢 假设我们要求F的编码怎么求呢 其实从1间点开始 沿着它的Pilot指针 因为我们在记录了结构的数据当中 记录它的副指针 所以它的Pilot指针往前面走 如果这个节点是它的副节点的U字U孩子的话 那么就编码回1 如果是它副节点的左孩子的话 编码回0 这种方式 所以原作一字节点开始 原阶段的双青年表 回推到一直这么回推 推推推推推 推到跟界点 那么每回推一步 就走过了哈佛曼的这个书的一个分支 从而就得到了一位哈佛曼池 由于一个字符的哈佛曼编码 它不是从这个1开始的 因为我们从1字节点回溯上去 这里首先得到1 然后得到这个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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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后编码又不是这个顺序 是反过来的 是不是 是从这个0 0.1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相反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最后还要把它倒过来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我就可以设置一个书组 也是一个结构书组 来乘以放这样一种编码 我假设它的名称叫做哈佛曼 用这样一个结构体来表示 这也是一个结构的书组 有N个1字节点 它就有N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是一个结构体 结构体有两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就是V 一个月 假设我们把它叫做start 表示开始位置 在输组 这个V 它又是一个EV输组 是用来保存支付的哈佛曼编码 人家刚才的这个F 那么它就是输组的话 是bit0,bit1,bit2,bit3 这样子下来 而start 是表示这个编码 在输组bit当中的开始位置 所以对于第二个字符 它的哈佛曼编码 就成功在哈佛扣的i.bit当中 从它开始呢 是从它的第N个分量 从它开始 从它开始扔下来的话 应该从start开始记录 记录到N为止 到N为止 它由N个去到N为止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具体来看看它的程序 我们主要是看后面这一部分 这是哈佛曼编数 这是建立哈佛曼数的过程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函数 建立哈佛曼数 那么建完了以后 下面开始编码 是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循环 就是求每个一字接点 所对应字符的哈佛曼的编码 因为这个屏幕显示不完 所以我们这个写的不是很标准 是吧 这三个语句都写着一行 首先 cd.start 等于n-1 然后c等于i 然后p等于havnode 11.pillant 这样过来了 因为前面还有两个语句 在这里 是一个cd 是哈佛曼数的一个类型 type 所以我们先不管它 来往下走 我要p不等于-1 就是表示这样一个循环 是到这里为止 是由1接点开始 向上直到根接点 因为p等于-1的时候 就表示是根接点了 它没有 没有这个负接点 因为p我们看到怎么往后走的 p在这里 等于这个接点的负接点 所以一直往负接点走 走上去直到最后 当p等于-1的时候 就表明是根接点了 所以成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编码 我们看什么时候写的是0 什么时候写的是1 如果 这个p 对左还是 等于c 就等于这个字符的话 那么 他就写0 也就是c这个节点 在这里 这是p这个节点 在这里 如果是他的左孩子的话 就写0 否则 就写1 那就表示是这样一种情况 这就写1了 然后在cd start c等于p c等于p 就上去 上去 再一个地规的过程 在一直从某个页界点开始 从某个页界点开始 因为c等于i i s这个循环变量 第1个页界点 第2个页界点 第3个页界点 那么这个负在这里就完了 在这里 那么后面这个循环小 循环也是干什么呢 这是for j等于cd start加1 j小于n j加加 然后halfcode i.bitg 等于cd.bitg halfcode i.start cd.start 意思就是说 第2个 字符的时候 因为这个选完 要接第2个字符的 接第2个字符的 一个编码的时候 是接到第1个字符的后面再写 假的第1个字符 变了这里 变了这里 变完了 那么第2个字符的后面再来 那么这里表示 是他的一个start 从这里开始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其实 是一个保存 所求出的 每个1接点的 哈佛曼编码 以及它编码的起始位的一个过程 那么后面这个选完 for i.0 i.n++ 这个选完 它就输出 每个1字接点的 哈佛曼的编码 一个一个的输出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for g 等于 哈佛曼的i 就是第1个接点的start 加1 在g小于n g++ 就这么一直输下来了 是打印出来的 是哈佛曼的i.bit 这次接着循环变量 在这里 所以按照这种方式 搁到哈佛曼的时候 哈佛曼书的时候 首先 是将由n个字符所形成的 n个1接点 存放到输出 half quote half node 这样一个前n个分量当中 然后再根据哈佛曼方法的基本思想 不断的将两颗小的指数 合并为一个较大的指数 直到最后 只剩下 1颗指数 那么在程序实现的时候 我们是 循环了 n部 每一部选择两个 所以整个是n-1个 每一部选两个 所以n部 就完成了这个合并的过程 然后编码的时候 是从1至接点开始 回缩到根接点 把它记录下来 记录每一个1接点 它的走过的过程 是右边就变1 是左边就变0 然后再按照一定的顺序 把它打印出来就ok了 就得出了 它的一个哈佛曼的编码 这是贪婪法 所以它也是按照一种贪婪的准则 贪婪准则是什么呢 就是选两个全值最小的阶点 组成一个新的阶点 或者讲选这两个全值最小的数 组成一个新的二叉数 接下来我们学习分支限界法 分支限界法 它类似于回缩法 是在问题的解空间数上 搜索问题解的算法 一般情况下 分支限界法 与回缩法 它的求解的目标不相同 回缩法 它的求解目标 是找出解空间数中满足约数了解的所有解 而分支限界法 它的求解目标 这是找出满足约数了解的一个解 或者是满足约数了解的解当中 找出是某一目标函数值 达到极大或者极小的解 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最优解 那么由于求解的目标不同 就导致了分支限界法与回缩法 对解空间数的搜索方式也不相同 回缩法 是以深度优先的方式来搜索解空间数 而分支限界法 它是以广度优先 或者是以最小消耗优先的方式来搜索解空间数 分支限界法的搜索策略是什么呢 它就是在扩展的节点的地方 先生成它所有的分支节点 然后再从当前的活动节点当表中 选择下一个扩展节点 所以为了有效的选择下一个扩展节点 加速收索的进程 所以在每一个活动的节点处 计算一个函数值 所以这个函数值就叫做先界 并且根据函数值 从当前活动节点当中选择一个最有利的节点来作为扩展节点 使搜索操作解空间数上最优解的分支进行推进 以便尽快的找出一个最优解 所以分支先界法 所以解决一些低伤的最优化的问题 例如我们后面要讲的最短路径的问题 所以分支先界法 它通常是以广度优先 或者以最小消耗或者是最大消耗优先 这样一种方式来搜索问题的解空间数 问题的解空间数是表示问题解空间的一棵有序的数 常见的有子级数和排列数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 在搜索问题的解空间数的时候 分支先界法和回溯法 它的主要不同 就在于他们对当前扩展节点所采用的扩展方式不同 在分支先界法当中 每一个活动的节点 只有一次继位成为扩展节点 活动节点一旦成为扩展节点 就一次性产生即所有的儿子节点 你假设在这样一棵二杂树当中 或者是多杀树都没有关系 不一定是二杂树 如果当前这个节点是一个活动节点的话 就根据他来选择扩展节点 如果一旦选定下面这个一节点是一个扩展节点 那么就一次性的要产生他的所有的儿子节点 就不会随住 其余的儿子节点 其余的儿子节点 会加入到活动节点当中 这样一来 就从活动节点表当中 去下一个节点 成为当前的扩展节点 假设我们一有三个儿子节点 可能卷子呢 是这边第二个节点 所以从这里开始一直扩展节点 一直往下走 就重复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根据从活动节点表当中 选择下一个扩展节点的方式不同 就有不同的分支先接法 最常见的是两种方式 分别是堆裂式的分支先接法 堆裂式我们知道先进先出 这种方式 他是将活动点的表组织成一个堆裂 并按照堆裂的先进先出的原则 选择下一个节点 作为当前的扩展节点 所以叫做堆裂式的分支先接法 第二种方式是优先堆裂式的分支先接法 他是将活动节点表组织成一个优先堆裂 并按优先堆裂中规定的节点的优先计 来选取优先计最高的下一个节点 成为当前的扩展节点 也就是说 对堆裂当中的每一个活动节点 都隔定了一定的优先计 按照优先计最高的原则进行选择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的节点 就通常要有一个 与优先计相关的一个数值 加的这个数值 我们解释为P 是它的优先计 那么这个节点的优先计 在摩拉丁呢 它的优先计的高低 一般是与它的一个数值相关的 这个数值越大 优先计就越高 在算法实现的时候 通常是使用一种 最大的堆来实现最大的优先堆叠 那么讲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都比较抽象 下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典型的例子 来说明分支先计法的应用 我们所讲的例子 是最短路径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分支先计法 它所使用的原则 来搜索解空间的时候 通常是广度优先 或者是消耗最小 或者是消益最大 这样一种原则来选择的 而最短路径 它既代表了路径是最短的 也代表了消耗是最小的 这样一些问题 这样一类问题 那么什么是最短路径呢 就是在网络图当中 如果每个图 接点之间的边或者弧 都带有全值 那么就从某一个顶点到另外一个顶点之间的路径的全值之和 就成为它的路径的长度 你假如说 从S接点到T接点 从这个到这个 那么又和很多路径都是通的 我从S到2号到4号到6号然后到T 那么它卷值之和21加25再加45加12 就是它的路径的长度 那么既然 从S到T有很多条路径可以到 每一条路径都有一个长度 所以就呈应在哪一条路径的长度最短 把这条路径就叫做对短路径 所以我们这里考虑的是单元的最短路径 也就是说 求某一个顶点加了S顶点到T顶点的最短路径 是单元的最短路径 目前 要求单元最短路径最主要使用的 是DG斯特拉算法 这是一种按照路径长度低阵的虚点 来产生各个顶点最短路径的算法 因如果按照长度低阵的时序 生成从原点S到其他顶点的最短路径 那么当前正在生成的最短路径上除去中点以外 其余顶点的最短路径都引进生成了 所以这种思想 它基本上是把S作为最短路径已经确定的顶点的结合 把它称为红点结合 就最短路径已经确定了 把它剪成S这样一个结合 而把最短路径还没有确定的顶点的结合 就是V-S V是这个图的顶点的结合 V-S那就是这些顶点 就是最短距离还没有确定的这些顶点的结合 按照第一阶斯特拉算法来求解 从S到T的最短路径问题的步骤 可以分为两步 首先是初始化 初始化的时候 那么只有圆点S 它本身的最短距离是一致的 也就是S到它本身的距离是0 所以红电级就等于S 而蓝电级是V-S 然后再重复的按照路径长度 地震的次数 来产生各个顶点的最短路径 在当前蓝电级当中 选择一个最短距离最小的蓝点 来扩充红电级 以保证酸法按路径长度递增的次数 来产生各顶点的最短路径 当蓝电级当中 只剩下最短距离为无中大的蓝点 或者是所有蓝点都已扩充到 红电级的时候 那么S到所有顶点的最短路径 就求出来了 那么什么时候 是只剩下最短路径会无中大的蓝点呢 这就说明这个图不是连通的 有孤立点 S到这个顶点没有路径 所以它的距离会无中大 否则在连通图当中 所有顶点之间的距离都不是无中大 所以所有的蓝点都可以扩充到红电级 所以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先按照这种算法的思路 来求解一个具体的图形的最短路径 然后再来讲解它的算法的实现 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这张图 要求S到T的最短路径 那么首先 红电级只有S一个顶点 那么S到第一个顶点的距离是25写在这里 到第二个顶点的距离是21写在这里 到其他所有顶点又没有直接的边填过去 所以暂时级为服从大 这样子 这个初始化的过程 这是第一步 然后 再就找 找什么呢 在所有的距离当中 找一个最小的距离 找一个最小的距离 所以这是按照分支先接法的思想 找代价最小的 或者找费用最小的 在这里我们找距离最小的 那就找到了21 找到了21 那么就第二个顶点是一个扩展顶点 找到这样一条一个顶点了 21作为扩展的话 如果按照分支先接法 就对他的所有的二字节点 就他所有的二字节点 在这里的话 就对他的所有的 相关联的顶点 要求出 他的最短距离 那么我们2与1是相关联的 但是21加上23等于44 而他本身在25 所以这个追短距离不改 是25 所以比较这两个相加以后 是否大于他原有的最短距离 如果大于他原有的最短距离 那么原有的最短距离 就保持不变 否则 就用新的最短距离 修改原有的最短距离 所以第三 因为从第二个顶点到第三个顶点的最短距离 这个全池编的全池是20 而第二个顶点的最短路径 最短距离是21 所以从S到第三个顶点的最短距离 就是41 所以写在这里41 然后到第四个顶点 到第四个顶点再加起来是46 其他的顶点没有连通还是扶成它 所以这个时候把第二个顶点就加到了 蓝点击里面来 红点击里面来了 然后再在所有的最短距离当中 选择一个最小的距离 那就是25了 也就是第一个顶点进来了 同样的方法 第一个顶点进来以后 就把与它关联的还没有确定 最短距离的顶点 对最短距离要求出来 与它关联的没有求出的是8和7 第八个到第一个是6 再加上25 所以是31 所以这里是31 写在这里 然后第七个 11 11加上25 这是36 其他两个第三第四 这里路边推下来了 所以在这四个当中再选一个最小的 那就31 所以把第八个又放进来了 依次内推就是一直一直求下去 最后就会求到到T的最短路径 所以我们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这个结果 最短路径求出来的 是81在这里 所经过的 是S到第二到第三到第五到第六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就在已经确定的最短路径当中选择一个最小的 最短路径当中最小的一个的难点来扣住 红点器 然后把这个难点变成红点以后 就把它与这个难点相关联的其他难点的距离要求出来 在求出来以后 重复这个工作 一步一步的来求 直到所有的难点都扩充到红点器当中 这是整个DG斯拉算法的一个黑心的思想 所以为了求解的方便 我们刚才是用了一个宿主D 来表示 圆点S到其他各个顶点的最短的路径 是对于每个难点 就用D来记录它的一个最短路径的长度 所以最后的话 这一个算法是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这个程序太长 所以我们只是用微代码的形式来描述这个算法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程序 这只表示用DG斯特拉算法 来求有项图G 对圆点S到各个顶点的最短路径长度 而D是记录最短路径 首先是初始化 S等于红点机 DS等于0 然后对蓝点G当中的每一个顶点I 蓝点G就是蓝点G 每一个顶点I 设置I的初始的估计具体 DI G SI 这是图的顶接矩阵 A4 与哪个顶点实际相关联的 就有一个距离的时间在这里 没有关联的就是浮成大 然后用循环来扩展恒电器 F I等于0 I小于N-1 意思就是说 最多是扩充N-1个难点 因为整个是N个顶点 前面S本身有一个了 那么最多还有N-1个 是这样一种意思 来到DK对于命去追小值DI 对所有的I 属于这个V-S 也就在当前的蓝点G当中 选择最短距离最小的这个顶点K 把它的标记记为K 就DK个顶点 如果DK等于浮成大的话 就退出了 因为最短最短距离最小 都变成无中大了 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 它也要退出了 否则的话 就把DK个顶点 加入到横点G当中 然后再进行调整 然后再进行调整 与这个K顶点相关联的 其他的蓝点的追点具体 所以用的是一个三角形的公式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首先把第二个顶点放进来以后 那么K就等于2 然后就与他相关联的有1有3有4 而1当前的最短距离是25 而通过K以后 那么21加23就等于44了 还大于25 所以他就保质不变 否则的话 就应该要等于这两个相加的 我假设这里等于45的话 那么到1的最短距离 就要进行修改 就要修改为44 是这样一种公式 所以这个1-DK大于DK 再加上G-K-J G-K-J 就是DK个顶点 到D接个顶点的一个全尺 或者一个路径距离 如果比它大的话 那么D接就等于DK再加上G-K-J 就是用最小的 因为我们就最短路径的 是哪个小就出哪一个 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算法的思想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细化 把它写成一个程式 把它写成一个程式 那么有了这个思想以后 写程式还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是这个分支卸件法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看 概率算法 我们进行简单的讲解 概率算法 它的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对所有求解的问题 它的同一个实例 用同一个概率算法 求解两次 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是一个随机的 是一个概率的过程 那么这两次求解问题所需的时间 甚至所得到的结果 可能会相当的大 一个差别 那么从这个特征来看 我们就可以排除 哈佛曼的编码算法 它不是一种概率算法 因为哈佛曼编码 它是一种确定的方法 结定了 罗干个椰子节点以后 它的编码就确定下来了 在一般情况下 可以将概率算法 大致的分为四类 分别是素质概率算法 C5的算法 拉斯维加斯算法 和蒙德卡路算法 在这里面我们对每一种算法 进行简单的介绍 所以输职概率算法 通常使用于输职问题的求解 这类算法所得到的 往往是一种精湿解 而且精湿解的精度 随着计算时间的增加 不断的提高 许多情况下 要计算出问题的精确解 是不可能的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 用素质概率算法 就可以得到相当满意的解 主要用的精湿的 我们的相当满意 它也是一种精湿的词 第二种算法 是收入的算法 收入的算法 它总能够求得问题的一个解 而且 而且 所求得的解 总是正确的 当一个确定性算法 在最坏情况下的计算复杂度 与它在平均情况下的计算复杂度 有很大差别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确定算法当中 引入随机性 将它改造成一个随屋的算法 消除或者减少问题的好坏实力之间的一个差别 您假如说 在输入数据是均匀分布的时候 快速排出算法 它所需要的平均时间 就是一个 in login 而当它的输入是已经排好虚的时候 或者几乎排好虚的时候 这个时间的界限就不再成立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通常 可以采用15的算法 来消除 快速排出算法 所需的计算时间 与输入的实力之 有关系的这样一种联系 把它消除掉 所以15的算法 它的精神 不是为了避免 不是为了避免算法的 最坏的情况 行为 而是设法 消除 这种最坏行为 与特定实力之间的一种关联性 第三种概率算法 是拉斯维加斯算法 拉斯维加斯算法 拉斯维加斯算法 它不会得到不正确的解 一旦 肯定是正确的 有解施效的概率 另一的小 有足够的小 所以在C5的算法 它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实践复杂性 对所有实力而言 是相对均匀的 但是 与它相应的确定性算法相比 它的平均实践复杂性没有改进 而拉斯维加斯算法 它就不同 它能够显著的改进算法的有效性 甚至对某些 实际为止找不到有效算法的问题 也能够得到比较满意的算法 所以拉斯维加斯算法 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它所做的随机性的决策 有可能导致算法找不到所需要的解 因此通常是用一个不二型的方法 来表示 这个拉斯维加斯算法 当算法找到一个解的时候 就返回去 否则就返回Force 是这样一个过程 什么总的来讲的话 拉斯维加斯算法 它能够有效的改进算法的有效性 它要么找不到解 如果找到解的话 这个解肯定是正确的 最后是蒙德卡路算法 蒙德卡路算法 可用于求问题的一个准确的解 因为对于许多问题而言 求一个近似的解是毫无含义的 你比如说 一个判定问题 它的解就是是或者否 而在逼具其一 不准在任何的一个近似的解 又比如 我们要求一个整数的因子 那么所给出的解答也必须是准确的 一个整数的近似的因子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要求6的因子 123 你不能说是2点多一点点 或者3点差一点点 这是没有含义的 所以一定要是准确的解 所以这个时候就用蒙德卡路算法 用蒙德卡路算法 能够求得问题的一个解 但是这个解 未必是正确的 求得正确解的概率 依赖于算法所用的时间 算法所用的时间越多 得到正确解的概率就越高 这也是蒙德卡路算法的主要缺点 所以一般情况下 没有办法有效的判断 所得到的解是否肯定是正确的 如果对于同一个实例 蒙德卡路算法 不会格出两个不同的正确解答 那么我们就称这个蒙德卡路算法是一致的 另外 有些蒙德卡路算法 除了具有描述问题实例的输入参数以外 还具有描述错误解可接受概率的参数 所以这类算法的计算时间复杂性 通常是由问题的实例规模 以及错误解可接受概率的函数来描述的 另外还有一个概念 我们cp是一个实数 而且1分之1 小于p小于1 如果一个蒙德卡路算法 对于问题的另一个实例 得到正确解答的概率 都不小于p 那么就称这个蒙德卡路算法是p正确的 如果一个蒙德卡路算法 对于问题的另一个实例 所得到正确解答的概率 不少于p 这就称这个蒙德卡路算法是p正确的 且称p-1分之1 是这个算法的优势 称p-1分之1 和这个算法的优势 这是有关蒙德卡路算法的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有关概率算法在这里面 只要求大家掌握 这四种算法的基本概念和它的特征 比如说 比如说蒙德卡路算法 它用于求问题的准确解 但是 用蒙德卡路算法 它说求的解不一定正确 要跟与时间有关系 用的时间越多 正确的概率就越高 而拉斯维加斯的算法 它要么得不到解 要得到解的话 肯定是正确的 C5的算法 它总能求的问题一个减 并且所求的的减 总是正确的 所以 数值概率算法 主要用于解决一些数值方面的金色值的问题 这都是它们本身的一些特征 我们知道这些特征就可以了 最总的来说 在算法设计这一讲当中 我们大致的 介绍了 跌带法 重距搜索法 地推法 分制法 动态规划法 回溯法 贪婪法 分支 限界法 和概率算法 总共了十种算法 对于前九种算法 每一种算法 我们都通过一个典型的应用 来说明了这种算法的思想 最后的概率算法 它有四种小的 数值概率 C5的 拉斯维加斯和莫德卡罗 要求大家 对它的概念和特性 进行了解 就可以了 在软件设计师的考试当中 有关的 有关的C语言的成语设计 考察范围 都是在我们前面所讲的 这些算法当中 虽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 但是 弯边不理其中 都是这些算法的实现的一个精髓 和思想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些算法的基本思想 在解决实际题目的时候 那就比较简单了 那就比较简单了